媽祖的生日剛過 炮炸的燕瀟會中 勾勒起當天炸寒丹的回憶 想回味的朋友可以到藝文中心走走 2011台東元宵采風攝影比賽入選作品 從近千件作品中由評選老師精挑戲選出61件 在藝文中心一樓展出 家將團與炮炸寒丹爺的精彩畫面 等著觀眾朋友們細細品味 現場也訪問到了展出作品的其中一位攝影師 賴國用賴老師 要出現一個好的作品不是說你氣就有 而且你必須要在那邊等候 還要在那邊看這種情境會不會出現 那種情境出現的話你就馬上抓 但是整個遊行隊伍這樣走 但是他沒有出現一個高潮 沒有出現一個高潮 你就拍下來就是一個普通的照片 你必須要出現的高潮以後 這個高潮點到了 你相機就必須要準備起來 高潮點到了你就按下快門 這種活動就是要這麼處理 4月30日上午10點 將會在藝文中心一樓舉辦頒獎活動 也歡迎鄉親們鬥陣來熱鬧 東台新聞莊正道藝文中心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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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